第009 那这一题的话基本上难度会稍微有比较高一些些 第一个的话就是 前三跟后三 当然不是说叫你们怎么样 把它先排序一下 资料排序 A到A A到A 那问题这样子 那你再把它加总 加总A 那可是假设前提我是不希望打乱顺序 来加总的话 所以不要排序 OK 那如果我不要排序的话 那我当然第一个会面临到问题 我要怎么知道前三名 前三名的工资总和呢 其实这个部分你可以 有点类似刚刚那个什么 只要有一个逻辑 就是你只要大于等于第三名的那个工资的话 大于等于 那应该是一二三嘛 最高的 一二三 那后三名的话呢 只要什么 小于等于倒数第三的 那不就是后面三名 OK 所以呢 那我怎么 所以第一个 我要如何知道呢 谁是排第三的 公资里面排第三的 公资里面排第三 一样 不是叫你做上排序 排第三 Z到A 排第三 是37,400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呢 我们要用呢 如果用Excel里面的函数的话 怎么知道哪一个是排第三的 其实跟各位顺便了解一下 插入函数里面 你可以在统计类里面 统计类里面的话有一个函数 当然你最大的话是Max 最小是mini 另外还有一个函数叫Large Large的话呢 当然它跟Max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这个Large怎么样 它后面还多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话呢 使得就是排地期的 所以特别说如果按确定的话 Large有没有 第一个Array Array就范围 范围指的是公资这个范围 K的话呢 他这边讲说地期大 那我就第三大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就帮我把这个地方排第三的 那就是3740 那如果我已经知道这个排第三的 那如果我要把什么 前面 所以我只要知道第三 那到时候把这个Large的公式 放到那个Sarmif里面 当成它的条件的话 所以接下来第二步 把Large这个公式 这个结果减下来 不包含等号 再插入一个什么 刚刚用过的那个Sarmif 那Large的话 一样是这个公资 这个范围 那条件的话呢 就是要大于等于刚刚的那个公式 但是特别注意 因为刚刚Large是一个函数 所以你如果说 因为我们刚刚跟各位讲 它是一个什么 一个文字 就是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什么 大于等于 有没有 那后面的话记得 如果你要在串 串什么 串那个Large的那一串公式的话 你必须用串接符号 end 然后把那个Large串在后面 这样子呢 最后得到的 才会是这样的结果 这一串哦 串成这样哦 OK 你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 把它串起来 否则的话 它会看不懂 你不能说直接把那个Large贴过来 不行 如果你把Large贴过来的话 那其实就是37400 就是条件就是找第三的 不对啊 我要是大于等于哦 OK 所以这边注意哦 你必须怎么样 前面一定要先加这个字串 有没有 大于等于的这个文字 然后再跟end 后面产生的这个37400 把它串在一起 得到的结果才会是这样哦 OK 这个地方应该是最容易做错的 有没有 然后Sumrange的话呢 其实Sumrange 如果跟range同一个的话 你可以不用指定 因为其实就这个嘛 所以如果你当然再指定一次 其实等于是多此一举 有没有 你会发现结果一样 因为两个是一样 所以这个可以省略 好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就把什么 排在前一二三的工资加总起来了 但是呢 它还要后三名 后三名 后三名的话 其实哦 你拿这个来改就可以了 那改有哪些地方可以改 记住哦 第一个 第一个要改的就是什么 Large 那当然哦 那个函数顾名思义 它有Large的话 相反是什么 就是Small嘛 对不对 就是Small 那Small的话呢 后面一样是三的话 例如说倒数第三的 那只是差别是说 我们这边是大于等于 因为我要找的是 一二三嘛 一二一定是大于这个 那如果是你要倒数的话 那应该怎么 把大于改成什么 小于就可以了 所以哦 其实这部分哦 只要Large做出来的话 后面 不过呢 如果没有把握啦 我建议你就分在旁边再做 如果有把握的话 你又干脆把这个公式复制 然后到底后面贴上 再一个串接加号 加上后面的结果 一的话呢 请你把大于改成小于 二的话呢 把Large改成Small 这边把它改成Small 它也会出现 它也会提示 Small 有没有 OK 那你打小写 打大写都没关系 或者你把它点两下也可以 好 这样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我刚刚只有做1 就是把这个公式复制 再一个加号贴过来 改这个 把大于改成小于 把Large改成Small 好 基本上大功告成 也就是前三 跟后三的工资总额 就被加总 再打个勾看一下结果 OK OK 206500 OK 这样子我们就做完了 当然了 其实这个如果要用VBA来做的话 那会更复杂 所以可以想想看 如果可以的话 试试看用VBA 有没有办法做出结果来 如果可以的话 那当然 就 可以把这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会多 使用到 两个统计的函数 一个叫Large Large的话就是 你给它一个范围 然后K的话呢 是要找到那个排名在 由大到小排第几个 所以如果我要找到前三的话 那我就直接找什么 找第三的 然后将来三名符的话呢 Kriteria就大于等于第三的 后面的话呢 后三名的话呢 那就是小于等于small就可以了 OK 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